细语谈芳香疗法和群组讨论 群友一 看完老师对动植物意识状态的讲解 还有植物有觉知力和意识的文章 很想听老师说一说西方的芳香疗法 群友二 最近国内很多修行团体都在卖精油 你说的芳香疗法是精油的事吗 我也曾买了试过 主要用作香薰 有的价格比网上贵很多 群友一 是呢 芳香疗法应该主要依托精油来达成疗愈的目的 据我有限的了解 从植物的花 叶乃至根茎上 提取精油的方式方法很多 现在看来那些方式对植物而言 岂不是很残忍吗 更容易激发它们分泌毒素 例如为了萃取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 要将成千上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瓣 蒐集起来压榨 那产出来的精油会不会也是带着毒素 以及它们的痛苦记忆和意识 那芳香疗法是要通过纹 擦 按摩等 来汲取植物的能量 这样是不是矛盾的 进而想到所有以动植物为原材料的食品 护肤品加工的行业 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矛盾 群友二 我感觉化妆品也好 精油也好 绝大部分都是炒作概念来的 只是精油进了修行圈 就又被附加了很多灵性的概念 群友一 据我所知 高品质的稀缺的精油是很贵的 而且是讲究产地和生存条件的 记得以前看过相关的书籍 是这么描述被用来制作精油的植物的 我以薰衣草为例 生长在某某地的薰衣草 耐得住严寒 风沙等极端恶劣的气候 且生长在土壤贫瘠的高地 这使得此处的薰衣草品质突出 品质坚韧 所以提炼出来的薰衣草也就拥有了这样的品质 能帮助人们消炎 再如大西洋雪松精油则具有振奋精神之功效 也是基于人们看中了雪松的挺拔强壮的特性 群友三 以前有一次 我从一很普通的植物旁走过 闻到了非常浓烈的 类似于人参一样不可言说的植物香气 我问同行的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闻到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明显地被滋养了 细语回答 芳香疗法是古埃及开始的 或许更早 但没有资料 之后在巴比伦 印度 中国 玛雅都很盛行 昨天说到植物有两套对立的系统 即驱离素和引诱素 前者让附近的动物包括人感到不适 过敏 头痛 后者则让附近的动物渴望接近与滞留 感受到舒缓 亲密 舒适 其实很多动物与昆虫 甚至人都可以散发与释放出类似的化合物质 我们管拥有这样气息的空间场域 叫做信息场 植物和动物群 包括人类 对同类的信息素是很敏感的 一旦有一个个体开始释放信息素 其他个体就会跟随释放 以便在短时间内让场域内信息素的浓度 可以造成必要的影响力 人类在自己居住的环境附近 选择栽种某一类的植物 在离自己洞穴近的地方栽种讨喜的植物 让自己心旷神怡 在警戒线范围种植带刺的 恶臭的 遮人的植物 来防止他人或大型动物入侵 很早人们就知道某些植物的气息可以让人感到舒适 而这气息的浓度和持久度对健康有良好的影响 当然相反的 经常遭到伤害的植物 尤其是大面积单一的植物群 对经常持续伤害它的人或动物是有攻击性的 导致人的健康与心情下降 比如家庭草坪 会导致经常修剪草坪的人严重过敏 植物是能读取 辨识不同人散发出来的信息素的 它们能记忆哪一种信息素的载体是对它们持续造成伤害的 群友说 种花草发出信号 请各单位注意了 花木工来了 整它 集体发放病毒素 奶奶的 天天没事捡捡我的花胳膊汁 哥哥那草的胳膊腿 咱们没几个是身体健全的 细语说 像熏疗法是用植物精油或动物乃至人的精油 信息素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场域内 制造出一个特定作用的信息场 而进入这一信息场的人 会为信息场内的信息素熏染同化 并感到舒适或厌气 过度敏感的人 对高浓度的信息素有过激的反应 哪怕那信息素被其他人感受是正面的 这种过激反应叫做过敏 过敏是定向排斥 针对某一种信息素 身体会立刻做出反应 要求远离 所以信息素不能单纯地被定义为厌气与心仪 每个人对相同的信息素 相同的浓度 反应是不一样的 其原因相当复杂 爱情是一种信息素 喜欢也是一种 这都让人舒服 厌气 愤怒 恐惧都是信息素 甚至可以在同类间相互传染 那信息素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化合物质 而微观到极致 就是能量波的频率 我们叫做场域频率 不同的场域频率 或滋养人或伤害人 这就是古代质朴的风水术 天眼开的人可以清晰地看到 每个人自身的场域频率 我们叫做人体气场 像个蛋包裹着人体载具 而这样的场在地理与建筑中也存在 如果场域内的频率 与进入者的频率相差巨大 就会相差压强场差 一个弱的人进入高能场域 会感到被滋养 但要是承受不住 会感到震撼与压抑 一个强的人进入低能场域 会感到被剥夺 如果坚持太久 会感到自己疲惫虚弱 场域内的气场 电磁压强与扭曲程度 由大环境 小环境 植被环境 人文环境等综合因素构成 电磁场复杂多变 电磁流严重扭曲 形成脉冲高速通道 或倒旋效应的地方 叫做有煞气 那里磁场紊乱 粒子被加速而不断冲击 电磁扭曲成团 强度甚至可以改变磁力线 与分子凝聚趋势 撕裂或改写蛋白质 与基因的复制过程 造成疾病 当然 有能导致疾病的场域 就有能够舒缓 治愈疾病的能量场域 在这个方面的知识与智慧 现在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 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感觉 与身体的感受 而更相信科学仪器 和书本上的公式 只可惜 我们当今的物理与化学知识 比千年前是愚昧了很多的 因为人不再信自己内在的意识 而是信被利益集团 商业操纵的专家 群友说 原来是这回事 谢谢老师的解答 一个坏掉的苹果 产生的信息素 估计很快就传给了其他苹果 没过多久 其他苹果也接二连三地坏掉了 西语说 对于你来说 它是坏掉了 对于它 那是成熟的开始 果实是愿意让动物 携带它的种子去远方的 同时为种子提供自带的卧土 开始腐败 是果实的成熟过程 要让附近的土壤液化 变得肥沃 植物之间是相互竞争的 谁的种子先发芽 那这片土地就是谁的 所以 一个水果或植物开始腐化 其他的就感受到了竞争的威胁 尽快腐化 争取先发芽 人也一样 同宿舍的女生 月经会调整到 在同一天或前后一天来 就是因为竞争力 同时遇到合适的异性时 增加自己受孕的可能 群友说 怪不得大学是一个宿舍的 最后大姨妈都赶到一起 办公室同事也差不多 原来是竞争的原因啊 这也是本能吧 从这个角度来说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也是普世原则啊 随之而来的 确实高过很多科学的逻辑 群友说 植物为达成延续种族 这个统一目标而努力着 彼此间虽看似是竞争关系 却不像人类这样 有着顽固的载具我意识 竞争起来残酷又残忍 他们感受到的 应该更多的是一种荣耀吧 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 顺其自然的状态 他们应该是深谙彼此 是独立而有统一的关系 所谓命运共同体 细语说 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只不过我们所谓的 低等生命形态 在所谓的失败后 觉得很正常 我尽力了 就这样吧 而人们则在退场时 保留了太多的 不敢与如果 群友说 也许有一个版本的地球 人像动植物那样 活得简单 与自然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没有过多的物质和发达的科技 但有极其敏锐的觉知力 细语说 比如阿凡达 所有的可能性 都在被同时展开与探索着 而你选择了自己当下 觉得最难的那个 所以对每一个 勇于挑战自我极限的生命 我们都应表达最高的敬意 那是 就下一个 挑战自然紧地连接